哈囉,大家好,我是編仔 最近我聽說 在網路上有一群小朋友 他們組成了一個叫做 市地非常龐大 而且他們每一個人都 很兇猛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來看 馬上開始 小朋友就是在名字後面畫號加上 以黑話三個字 就代表自己已經黑話了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 黑話家族的組長 到底拍了什麼影片 剛剛那一處是說這個 黑話家族的組長被打了兩巴掌 然後他一巴掌回擊 就把那個人打了翻了兩圈 代表他是黑話家族組長 很厲害很黑這樣子 是嗎? 看不太懂 我覺得這個不是黑話 這個應該是朵拉變成八加九 拜見老天使 拜見老天使 我... 一人..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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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是一人... 一人... 這個妹妹,黑化以後,邪魅一笑,很有自信喔! 是一個黑暗女王喔! 喜歡我的Call 1,喜歡我的Call 2 他們黑化家族還有鼻梅挑戰是不是? 那我也來加入一下好了 我黑化!別扶著我!我黑化了! 現在的我,你扶你也扶不起 這個妹妹演技很不錯喔!她黑化了! 然後就變成一個現在的我,你扶也扶不起,很女王的感覺 來個弟弟喔!以黑化,黑化家族 弟弟,要黑化可以,但是鼻屎 請先挖! 最後我們來跟黑化小朋友PK 杯子拿起來 這裡 拿起來! 我拿啦 我再跟你最後說一遍 拿起來 這是杯子你認不出來嗎? 好 很棒 好,謝謝 摔摔它 欸? 這不是我的杯子,不行欸 摔摔它 好,我摔摔摔 她復原了嗎? 她復原了 她復原了 懂了嗎? 懂了 生活小妙招嘛 她復原了 我懂了懂了 謝謝 好的,我們看完了黑化家族的小朋友 不知道大家覺得黑不黑 突然我也想要黑化了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也可以把它分享給你的朋友 最後呢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是宣仔 我們下次見 掰掰